好 最近消息来看到野生台湾黑熊又现身了玉山国家公园保育园在海拔400公尺的南安地区 发现一只台湾黑熊 那么当时双方距离只有15公尺 互相对望拍下了珍贵的画面 由于这发现地点离人类聚落只有一公里左右 这也是目前发现黑熊最靠近人类的记录 一只正在觅食的台湾黑熊看到保育园立刻转身就走 但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好奇 回头看了一下保育园 保育园立刻上前跟进 双方距离只有15公尺 还互相对望十几秒 保育园近距离拍下一分钟的珍贵画面 最后黑熊缓缓离开 拍摄地点是玉山国家公园南安管理站的登山步道 海拔只有400公尺 而巧遇黑熊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棵树上因为竹了蜂窝就曾被募集 黑熊爬上去吃蜜留下爪印 过去大雪山玉山多次拍到台湾黑熊的踪影 地点都是海拔1000公尺以上 只不过这回是海拔400公尺 距离人类村落也就一公里 玉管处研判可能是冬天食物少 黑熊往低海拔觅食 而这也是有史以来 黑熊最靠近人类的记录 记者综合报道